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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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的建置游戏和上次的建置游戏 我想大家都会看到加多了可以训练到老友记的小肌肉 我考考大家 知不知道为何我们要着重训练老友记的小肌肉能力 其实很简单 就是老友记的小肌肉会随着年纪慢慢退化 退化到差不多就会影响到他们的治理能力 因为很多时候他们连拿筷子 拿筋的能力都会退化 他们已经不懂得自己拿筷子去吃饭了 所以透过一些游戏要训练小肌肉的能力 这个训练老友记小肌肉游戏的玩法很简单 我们请老友记将一张环保纸和色纸搓成一个乒乓波大小的纸球 就像我现在这样 可以叫老友记用多点力去握一握这个纸球 慢慢地将这个纸球搓圆 这个动作有什么好处呢 老友记慢慢地搓圆这个纸球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用他们手指的动动能力 其实这个动作可以慢慢地强化老友记的手指的抓力 做到一个训练的 护老友记方面可以和老友记一起去玩 刚才老友记搓了一个纸球 我们把纸球放在桌面上 我们刚才已经预备了三个纸杯 我们将其中一只纸杯吸着这个纸球 那么吸着纸球的同时 要请老友记看着 看着把纸杯吸在纸球上面 我们另外两只纸杯也吸着 现在纸球就在中间这只杯那里 我们慢慢地移动一只杯 同时要请老友记看着 有纸球的杯移动到哪个位置 比如这样 有纸球的纸杯移动到哪个位置 那没错了 慢动作看就是这个 叮叮叮叮叮 对了 如此类推 可以按照老友记的能力去增加速度 大家不妨试一下吧 今次也想示范一下玩法 是可以训练到老友记的变形颜色的能力 很多时候记性比较差的老友记 在认知障碍症的中期后期之后 颜色都很难去分辨到 我们又要及早去跟他们训练一下变形颜色的能力 桌面上大家可以看到有三只杯 杯上就有不同颜色的色纸 玩法又是很简单 我们又准备相应色纸的纸球 请老友记把不同颜色抛到杯上颜色的纸杯上就可以了 譬如这里有个红色的纸球 首先请老友记说一下这个纸球是什么颜色 然后请他把纸球抛到相同颜色的纸杯上面 这个是红色的 我们就抛到红色的杯上就完成了 如此如是者 橙色的纸球抛到橙色的杯 绿色的纸球抛到绿色的杯上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很简单的小游戏了 好了 这条影片就和大家分享这两个玩法 大家试试在家里看成不成功 下条影片就再和大家分享其余的玩法 分别是训练手眼协调能力的玩法 和训练运运算能力的玩法 最后大家记得在这条影片按一个赞好 来支持我们如果喜欢这条影片的时候 都要分享给更多人知道 让大家都知道原来在家里玩一些自制的建制游戏 是这么简单的 好 约定大家 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